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p是這個平面上的一個點 那麼它問這個最小值多少 我們現在用那個科系不等次了 我把它弄一個y-6y-j 這弄一個x-6 減掉就是加這個-2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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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3 那把3移過去-3 因為我這裡多減一個6 所以這裡要減一個6 所以是等於-9 好那我們現在用科系不等次 就是1的平方 加上-2的平方 加上-2的平方 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x-6的平方 加上y平方 加上y平方 這個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1乘以這個 就x-6 加下-2乘以這 就是-2y-1-2y-2y-2y 加上-2乘以這個人 就是乎二级的平方 好,那我们想知道这个等于多少? 这个就是这个,是等于-9 所以这个是-9 那所以,这个是大于等于多少? 大于等于9981 那现在这个等于多少? 4 4加是8,8加1是9 也就是说,9倍的 这个x-6的平方 加y平方,加几平方 这个大于等于81 那把9除过来 就得到x-y x-6的平方 加上y平方 加上y平方 这个大于等于9 所以这个最小值是9 这个是9 是9分钟 这个是9分钟 0分钟